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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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理 你就这么走了吗 怎么了 玩水能放放假 不是挺好的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他们这样对你太不公平了 没什么公平不公平 我不走公司就不太平 待会儿就没法工作 到现在你还考虑他们的感受 他们打小报告议论你的时候 谁又考虑过你的感受呢 王丽 不要随便说别人 你的好意我心里了 刚才张力跟别人嘀嘀咕咕的 一定又是这家伙搞得贵 不行 这太欺负人了 我现在就要去找陈总去 王丽 那你就由着他们造谣一声不响地走吗 难道我去跟他们吵一下 就能证明我的清白吗 就算天底下谁都不肯相信你 我也相信 你没有骗小慧 小慧 你怎么来了 是不是等了很久 我听姨妈说她去你们公司了 是不是给你找麻烦呢 没有 对不起 我不知道她会这么做 请你能够原谅她 没关系 你没事就好 那我先走了 你真的要走 你是不是已经决定了 我早上听姨妈说你要出国是真的吗 还没想好呢 如果你只是想出一散散心 就像上次出差一样 我不会阻拦你的 但是我希望 姨妈 如果我决定要走 就永远不会回来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孩子 我跟你说过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可以发誓我真的没有骗你 你先跟我说什么 我都不会相信 对不起 你能不能等事情弄清楚之后才走 你多保重吧 小 好 她们都出去了 对了 刚才我已经把新买的小鱼倒进你的鱼缸了 谢谢 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了 我知道你有心事 但是也不能一个人闷在房间里 出去换个空气 头脑会清醒些 出去有什么用呢 我又不像你 每天都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 可以让自己忘掉一些不开心的事 你说拍照啊 这个好办啊 我现在也可以教你啊 我还没复印完呢 走 用不了多长时间呢 来 走走走走 你怎么发现这个地方呢 喜欢吗 嗯 我就知道你会喜欢 来杂志社这么久 都不知道楼底能看到这么好的房间 所以说嘛 踏破铁蝎无蜜处 木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上山处 说的就是你这种家 来 试试看 不行 我不太懂 拿着拿着 很简单的 你看 这个可以推出去 拉回来 然后我从这里面看 用这个把人挑十 来来来来你可以拍我 来来来 怎么样 扣不扣 我还是拍别的吧 别浪费我感情行不行啊 可以 喂 叫 叫 来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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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怎么样 想好了吗 什么怎么样 我是说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昨天我去找他 他跟我说孩子的事情他不知道 而且发誓没有骗我 如果你是我 你该怎么做 不知道 如果那个孩子 不是桑楠的还好说 如果是他的 他骗不骗你 对你都是很大的伤害 所以我才想离开这儿 那个结果是什么 对我连说都不重要 你那你有没有想好去哪儿 你们家桑楠是不是放假了 没有啊 他一大早就上班了 这就奇怪了 怎么了 上午我带着孩子 上街星广场去放风筝 老远看见他坐在那儿发呆 后来他又四处瞎逛悠 我觉得这孩子要结婚了 你们家一定是挺忙活的 他怎么还在这儿挺悠闲的 可我也没敢上前去问他 他不会有什么事吧 是吗 没事的 他最近呢可能是真的太忙了 出去只不过是透透气而已 谢谢你啊 没关系 妈 你没做晚饭 早知道我就在外头吃了 你这天都跑哪儿去了 上班啊 上班能上到广场上去 您都知道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不去上班 我休假 休假 那你不抓紧时间 把你自己的事情办一下 前两天我让你你的来宾名单 你到现在也没我搞出来 你都忙了些什么 是不是和小慧用 您别咬拴没事往他身上扯 烦不烦呢 你呀你肯定有事瞒着我 没事 早元 这你看见了吧 这每天除了上班 就是把自己关在房里 话也不肯多说 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他会不会脑子受刺激了 你瞎猜什么呀 不是我瞎猜 我是真是怕他出问题 他静一静啊 心情就过去了 你就别再刺激他了 什么 我刺激他 还不是桑南 把他害成这样吧 要不是小慧拦着呀 我非打电话 跟他妈好好说说 喂 哎 请问小慧在吗 我是桑南的妈妈 亲家母 哎 你有什么事吗 啊 桑南哪 今天一天没上班 在外面瞎跑 我问他呀 他怎么也不说 我是有点担心 我想问问小慧 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没上班啊 他 他是不是被开除了 什么 开除了 你不知道啊 什么 和韩冰 有个孩子 这 这 这他从来没跟我说过呀 他自己也说不知道 可这是韩冰亲口说的 这回小慧啊 说什么也不能再原谅他了 我看这婚事啊 就算了吧 你怎么不问一下小慧姑娘 就要自作主张 把婚事给推了呢 我哪想到是他打来的电话 这不得着急就顺子说出来的 反正也是早晚的事 你怎么到麻烟区我来了 你这不等于把桑南和小慧 推到墙角上了吗 万一小慧给桑南个机会呢 不可能 小慧没有对不起他的地方 要不是桑南伤了小慧 他能想到出国呀 小慧是这么说的吗 我骗你干什么呀 这桑南他不是说了吗 他要对孩子负责 他不出国他等什么呀 可孩子们好着这么久了 小慧能说放弃就放弃 再说你也舍得让他走啊 不舍得又有什么办法 这孩子啊打小就这脾气 这要决定的事啊 谁也劝不动 没准啊 他出国活个环境 这心情也会好一点 等会儿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不起啊 主编 稿子写了这么久才写好 没关系 我理解 打你上次回来 你的周围就没太评估 能写出来已经不错了 请您原谅 我想我的能力和状态 都无法适应目前的工作 所以只能跟您说抱歉了 晓慧 就算您不同意 我也一定会走的 你的事情多少我也听说了 我只是想说 祝你好运 谢谢 晓楠 起来了 过来吃点早饭吧 你怎么没去上班啊 我跟别的老师调课了 我想跟你好好谈一谈 你爸爸本来想留下来 我给他红去上班去了 你说你啊 出了这么大的事 也不跟我们说一下 昨天晚上我给芳华打电话 才知道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跟韩冰有了孩子 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跟妈说实话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不是怪你 我是想办法帮你解决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打死都不能承认 晓慧那儿 我去跟她解释去 姐 妈 别添乱了 大不了就婚我不接了 那 那这么说 孩子真是你的 你真的觉得要出国吗 嗯 那你又没有想过 万一你走了 桑南证明自己是清白的 你就不会后悔吗 那只能怪我跟她 没有这个缘分 她对我来说 现在已经是过去事了 我现在什么都不相信 只想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其实 不一定非得要出国吧 嗯 这两天 我正好去香港 参加一个国际摄影比赛 你可以跟我一起去 我没别的意思 我只是提个建议 因为在那边 我有不少朋友 做起事情来也方便 没关系 你考虑好了再告诉我 不用再想了 我已经下定决心 所以对我来说 去哪儿都一样 小辉 虽然 我答应跟你一起去香港 只是因为我想忘掉 这儿重新开始 以后 我 我不会再想太神的感情了 这一点 我需要你们 我也想清楚地告诉你 不管等多久 我都会等下去 直到 你肯接受我那一天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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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个孩子真是你的 也只有认命了 不过 可千万不能跟韩冰这种人结婚 你听见没有 妈 你想要哪儿去了 这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 还不知道呢 作孽呀 你说这个韩冰 早不说晚不说 非得在这个时候说出来 这不是害人吗 桑南 桑南 开门开门开门 我知道你在屋里蒙走了 开门 是我 你磨磨蹭蹭的干事 阿姨 您在家 不好意思 快就进吧 我说桑南 你回家休息也不告诉我一声 害得我白跑到公司找你一趟 瞧我跑的这一身汗 承然坐下 我给你倒杯水喝 谢谢阿姨 什么事可以找到家里来 什么事可以找到家里来 我都跟我妈说了 你说了 其实没什么事 怕你想不开 我过来陪陪你 我没什么想不开的 就是觉得窝囊 喝点酒就好了 谢谢阿姨 电话响怎么不接呀 喂 听听 这是小灰让我给你的 啥也甭说了 兄弟 节哀吧 小灰跟你还说什么了吗 谢谢 这小灰做得也够绝的哈 事情还没搞清楚呢 就先跟男朋友划清界限 这么做 是不是有点过分呢 你 这不怪他 换的是我我也会这么做的 好 三男 老实跟你说吧 我一直对你没什么好印象 表面看上去忠厚老实 其实骨子里充满了 自以为是的大男人主意 你口口声声地说爱小灰爱小灰 可是你知道你让他伤心难过过多少次啊 你这种人啊 根本不值得他为你付出这么多 可是有时候 我看到小灰始终地信任你 你们心思想跟你结婚 我能说什么呀 原本以为 就算是磕磕绊绊 你们也能如期地举行婚礼 没想到 桑南 难道你心里就不觉得有愧吗 这话不能那么说吧 这俗话说 一个巴掌拍不响 两个人的感情出了问题 怎么能往一个人身上推呢 现在正是桑南最需要理解和帮助的时候 小灰这么做 是不是对桑南不公平啊 这事他心里最清楚 要不是因为绝望 小灰下不了这种决心吗 他心里比谁都难过 都是我的错 不 如果有什么办法 能够弥补我对小灰的过失 我愿意付出一切的代价 早知如此你何必当初 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该替小灰高兴 还是替她难过 其实有时候我也想 如果小灰 小灰她跟逍遥在一起的话 会不会幸福呢 爱情需要的 到底是什么呀 也许小灰需要的 也许小灰需要的 就是彼此之间的坦诚吧 桑南 难道你真的不想向小灰忏悔 你要是真爱她 你要她这么走了 可是世几年到现在这个地步 我拿什么去向她忏悔 我拿什么去挽留她 你 想不到你跟她在一起这么久了 你还是不懂得女孩的心 你真是活该了你 再见了胖子 再见了爱美女 看见了吧 我说的没错吧 女人她就这样 在你最需要她们的时候 不但不给你机会 而且在你的伤口上 还撒上那么一把盐 你去哪儿啊 不是 这还没买单呢 我说的 亲爱的笨笨桑 也许 这是我最后一次 怎么称呼你 再过几天 我就要离开你 离开这个地方 也许不会再回来 我觉得这样对你对我 都是最好的结果 这是我有生以来 最难下的决定 放弃我们四年的感情 以及身边的一切 我没想到 从小梦想渴望的婚姻生活 还没有开始 就已经结束了 如果没有这些天 发生的事情 我相信 我一定是个幸福快乐的新娘 可惜 这么简单平凡的憧憬 却变成了现在的结局 我不知道到底是谁错了 只能选择这样的方式 和你告别 请原谅我的罪入 我会在另一个天空下 真心地为你祈祷 我会在这里 还会在中国 很油证 真的 谢谢 我会在nymi 我可以在哪条 岳南 我会在哪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寒冰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 打了针就说不了啊 好了小姐 明明再打一针就应该没事了 明明还打啊 我还有事呢明明 那他爸就能来吗 好了好了不哭了 再回家了啊 来 不哭了 韩帝 我们认识吗 我们不认识 可这孩子我认识 小杰 小杰 你是谁啊 你要干什么 我是小慧的姨妈 哪个小慧 你甭我装糊涂 我问你 这孩子到底是不是桑南的 你站住 你今天不说清楚 你休想走 是不是桑南的跟你们无关 什么 你还有脸跟我说无关 就因为你说这孩子是桑南的 害得我们家小慧到现在都结不成婚 整个人都快崩溃了 桑南也被开除了 你把别人的生活搅得乱七八糟的 你自己却跑得无影无踪的 你到底安得什么心呢 你缺不缺德呀你 我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你少在我面前假惺惺的 你个害人精 你早晚要遭报应的 妈妈 我是迟早要遭报应的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不问清楚 怎么叫韩明给走了呢 我哪想到他会来这一手啊 我简直上他的当了 好不容易找他的 这下线索又断了 什么线索啊 你还想为桑南阵容开拓 不是 你仔细琢磨琢磨 桑南是不是孩子的父亲 那么比对一下血型或者DNA 那不就清楚了吗 正是因为韩冰把孩子带走了 做不了这种比对 很难证明桑南是清白的 韩冰他为什么这样做 我总觉得有点奇怪呀 连韩冰自己都说 这孩子是桑南的 你还怀疑什么呀 如果不是真的 你说有哪个女人 愿意把这种丑事说出来 躲还躲不及呢 没有证据 就凭韩冰一句话 你就不怕桑南受冤枉 我也希望这桑南是清白的 可这也没证据呀 如果能证明桑南是清白的 小慧不就卸下英文包袱 不用再痛苦下去了吗 可是小慧明天就走了 还来得及吗 这孩子血型你知道吗 我哪知道啊 小慧曾经用手绢给那孩子 包着过伤口 这手绢应该还在家里 你怎么不早说呀 我哪想得到啊 不过过这么久了 还查得出来吗 应该能 还有你替我查查桑南的血型 好 好 吗 好 好 我说 现在是2004年8月25号晚上10点15分 对于我来讲 这将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我要你永远和我在一起 白头偕老 永不分离 喂 莲莲 到了为了让我去杂志社 行 我马上过去 来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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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 欢迎小慧 未来再见 好 你是我们的好搭档吗 大家合作这么久 怎么可能让你无声无息地离开 是啊 我们大家都是自愿来给你送行的 对不对 对 小慧 多保重啊 以后发达了可别忘了我们 要是不开心了可以随时回到这个家 是吧主编 这不对啊 谁说人家小慧会不开心哪 人家既然迈出了这一步 将来就应该做得更出色才对 否则的话 我可不欢迎她回来啊 我 谢谢 谢谢你们 和大家相处了这么久 谢谢你们平日对我的照顾 虽然这次出去 不是因为什么远大的理想 但是 我一定 一定会记住你们对我的鼓励 好好努力的 加油 小慧 你看大家对你多好 我都想辞个职试试了 那你试试看啊 我们大家肯定会欢呼去月月的 真的吗 当然了我们要欢呼你这个坏人中走啦 好 向阳 你明天不是也去香港吗 和小慧是不是同一航班啊 是 我正好可以给小慧做向导嘛 是不是 向阳 小慧这次在香港可真的是人生地不熟 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他啊 要不然我让你吃不了豆子走 听见没有 当然了 来 恭喜你 重回革命的单身队伍 来 王震跟我说明天下午两点法院开庭 他跟你说这个干嘛 上次开庭寒冰没露面 他还以为我们知道寒冰的下落呢 这次开庭寒冰再不去的话 那他的麻烦可就大了 你怎么没什么反应啊 你不是一直想找寒冰吗 找不着的他无所谓了 反正小慧舔了心要走 法庭办什么样的结果 对于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真奇怪 我还以为 你会挽留小慧的 我不是没有挽留过他 可是你望着他那双眼睛 你就不知道你该说什么 你也应该让他等你找到寒冰以后再走啊 你死也得死个明白 可是他现在根本不是因为孩子的事情 他说以后我再说什么样的话 他永远都不会相信的 我还能再说什么 跟你朋友那么多年 我还第一次看你那么绝望 桑南 难道你就不想最后再博弈吧 我倒是觉得你今天挺奇怪的 真的 你以前从来 从来不看好我跟小慧 怎么今天会主动让我去挽留他 我也不知道 也许 我是不想看到 我身边的唯一的一段 还能给人带来希望的感情 就这么不明不白地结束 我 也许是这样不明不白地请抓着不放 那 大不如尽早结束 大不如尽早结束 漂亮吧 这是要前两天带我来的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啊 我真的觉得你比我还小 见到什么都那么容易开心 好像小孩子一样 我以前真的太傻了 只是到谈恋爱工作 都没有注意过眼前有这么美的景色 这可惜现在刚刚开始喜欢 就已经要离开了 美丽的景色到处都有 不过话说回来 要走了 心里还是有点依恋吧 人只有没有抱负的时候 才能够欣赏眼前的美景 走出这一步 我轻松多了 对 不断地留恋 不断地割舍 人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成熟起来的嘛 桑南 他知道你明天要走吗 我不想告诉他 我知道这个家伙让你很伤心 可是毕竟你们有四年的感情啊 难道你说走就走 就这么放弃了吗 别人结婚前都是欢天喜地的 可我的三十天 就好像电视剧一样一波三折 如果不是我的精神经历 我都不敢想象这就是我的生活 有时候我也在问自己 为什么对一个跟我交往了四年的人 还没有跟一个 认识了几个星期的人了解得要多 晓慧 有的时候人要求少一些 可能会更幸福 也许是我太苛求了 可人这辈子只有这么一次 我无法将就自己的感情 但是错过了一次就有可能错过一辈子 如果桑南 桑南她对这个孩子根本不知情的话 你还会接受她吗 实际上 我一直在当夏的小孩 不可能见一个母亲 人家旅行 自己的孩子 参照 可真的 每日都是男后 最后采论 我们预舍 心的花开 从盐 喂 喂 桑南 我不是 桑南在厕所呢 你哪位啊 我是小慧的同事 丁丁啊 想起来了 你就是那位替小慧 还东西给桑南的 那个美女啊 怎么着 上次没骂够 还想接着修理桑南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想告诉她 小慧明天下午就走了 如果她还想抓住 这个最后的机会的话 我觉得她应该 抓住 该抓住最后机会的是小慧 我跟你说啊 明天下午两点 寒冰的离婚案就开庭 到时候孩子的事 就真相大白了 你要是真的想帮桑南 就让小慧晚点走 我跟你说啊 谁啊 丁丁的电话 喂 桑南 我不管你是怎么想的 我真的觉得 你还是应该最后努力一下 你觉得呢 我 我了解小慧的脾气 他既然什么时候要走 都不愿意跟我说 表明他的决心已定 我不想勉强他 对于我们谁将来 怎么办 他想要来 他不想想要来 他很想要 把你练习 你会这样 我会有什么 我会有什么 他不想要 你随着 你 我会有什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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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